本期视频带来 龙区队A洋在线今天操作 战神区假吃库大战 一人面对三支GG队伍 力往狂澜 打了GG队直呼 当时到底发生了啥 一起跟随A洋视角进入本场对局 此时A洋几人正在竞圈路上 细心的你会发现 他们竞圈的方向是反的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字 避开猪猪队 路过隔岗假吃库 发现前来换车的一队人马 所以一条直接停车 谁都不会想到 小小假吃库既能招来一群人 避身方向突然遭受攻击 看来不止脸上几个敌人 翠一条坡比 两人上到二楼阳台 A洋只是留在一楼 来到门后 打起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敌人 小地图的提示告诉了我们 就在西北方向的小房间 已经有敌人闯入 A洋恶话不说 然后平坚塞到对方脸上 下秒一个单字ID 撑出倒地 来到翠油条视角 翠一条也是第一时间 发现了小房间的敌人 头头雷捏在手里 默默等待 合适时间 支出顺保 虽然没有跳出倒地 但是也是帮助A洋 卸解对方血浪 勾赞将其补调 迎接两个队友开会 扑皮表示不服 跳下拜佛击倒一个 这还不够 看谁状态也要冲 瞬间当头一棒 被连打带苦 最后一条件状 表示这不得为扑皮报仇 单枪匹马闯敌赢 几秒钟的时间 用夹走位博弈的300回合 三次反给的一波操作 实际上 这次在为好兄弟 接下来的表演做铺垫 只剩下一扬一人 能否立网狂澜 近点敌人还未处理 特别胁迫的敌人 苦势淡淡 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近点敌人处理 一个手雷直接掐起 小眼睛配合走位 精准定位 持领防外围 时间合适 自出顺绑 虽然没有人头入账 但是评论前那里 是不是又斜了一招 没有拖了鱼 也能小眼睛定位 只是要像A洋那样 利用轮盘走位 来细微调整落点 凶做跑车散起的冤雾 可明显示敌人想要拿车 但是被A洋一波打击 似乎放弃了想法 合平斜拨几个敌人 轮盘施加压力 且指纹急声不见其人 所以说明 合平小队的身法 也不信射 对方不敢主动进攻 A洋也不给任何机会 两边陷入了僵持 不比他念念不忘 自己的MG3 将MG3托付给了A洋 MG375防窜 OK 这G3一拿 我就是给他们站起 MG3在手 可谓是将近战能力 提升了一个档次 合平小队迟迟不来 猪猪的表示 看不下去了 距离2年区2千米之外的一个假车库 又一辆金马加入了战斗 A洋第一时间来到楼梯 燃烧平封路 转身抛下一颗手雷 这里有个细节 可以看到A洋将手雷丢向窗户框 用反弹机制 将手雷买到金马停车的位置 尽管手雷没有收获 但是杨小平气烧倒了两人 趁你命要你命 A洋直接跳下 继续施加压力 不给其扶人的机会 对方上到二楼 A洋来到门口 将小尖敌人补掉 他们突然冲出一人 A洋瞬间反应 秒钟开进 极限反扎 只剩下一丝丝的血量 之类往后撤退 隔边小队加入战斗 A洋再次秒钟开进 体验枪击倒对方 周围枪声四起 脚步声都难以听清 假之后 敌人冲出 A洋疯狂摆头 不断的秒钟要探 再次吊倒一个 第一时间打起状态 他撕起来杀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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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撕解极限操作 独猪猪队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迫 不能说完 又是荼毒雷炸弹地人 猪猪队的气势 已经完全被A洋给压制下气 只剩下这甲车库的敌人 但是他们已经怕了 完全不敢主动进攻 只能A洋将MG3弹架换好 战斗也该是到达尾声了 攻他们 他撕起来杀了三个 闪了一路 我感觉到达尾声 呼吸